這個複議案呢 現在呢還在進行當中 那昨天也跟大家報導了 賴清德就合可了 行政院提出的國會擴權複議案 那其實最快6月18號 立法院要再度上演表決大戰 那現在呢藍綠都動起來了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昨天最新消息 那現在已經發函通知立法院了 那麼但是現在有一個狀況就是 有可能這個綠營還會使出一個伎倆 就是讓這個複議案呢 送到立法院 因為昨天就剛好突過了中午的程序委員會 所以呢這個禮拜就沒有辦法 進入本週議程了 所以呢國民黨估計 依照目前進度來看 記名投票的決戰日 可能不會是這麼早在618 可能會落在這一天6月25號 而且如果當天沒有處理完畢 那麼延宕這麼久 討論這麼久 激戰這麼久的國會改革法案 就會失效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國民黨說我們已經做好了 延會會做到 就是說開會到半夜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他說會議拖到午夜也不是沒有可能喔 那麼現在呢其實國民黨也開始動起來了 6月15號在台南就要來舉辦第一場的國會改革說明會 那麼現在呢朱立倫 黨主席可能要親自來做一個宣講 那包含了所有國民黨的戰神們 全部都要一起來 要告訴大家到底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來做這個 一個這個投票表決 那包含了許曉心 王鴻 維科之恩還有吳宗憲 要向民眾來報告到底國會改革改什麼呢 好完整的內容 當然大家也期待啦 因為畢竟吵了這麼久 好那現在呢 洪孟凱說 行政院來函已經不見七大理由了 取而代之是六項理由 顯而易見 政院也知道是抹黑 好那民眾黨的意見是呢 他們也要來規劃沒有口開獎 甚至還有委員建議 要不要來電視辯論會 有關於國會改革的副議案 好那再來呢 說到了綠營家青鳥 現在不演了嗎 先前呢 我們不是說這個王羲之說 啊你們這些啊 這個青鳥啊 用手機定位來分析青鳥呢 大家問他怎麼知道的 他說我用膝蓋想的 好那接下來就6月11號 就被告傳喚啦 那訊後請回 這是最終結果 因為他說否認用手機監控 他說這個是我按照資料 自行推測的 那6月14跟16呢 還有喔 在板橋淡水基隆集會 但是這個集會的時間 就跟綠營宣講時間一樣 所以大家也懷疑 這有沒有呼應配合呢 民團說啊 他們不會因為政黨號召而來 不應勸阻而去 所以他說青鳥 是不屬於特定政黨的 是台灣自主公民 好那接下來呢 既然赴議案已經要來進行了 那預計最快就是6月25號了 現在呢藍綠都動起來 有要進行辯論的 有要下鄉來宣講的 總而言之呢 就是希望人民對於國會的改革 可以更加的有信心 也避免衝擊國會安定 這個是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 跟行政院到底有什麼樣的 瓜葛的經驗 造成行政院自在難行 我們相信 國家這麼重要的最高行政首長 左龍泰左院長 挑起了這麼 讓一個全民紛擾的 重大的副議案 是要到立法院 來跟大家做一個 明確的一個說明 並被尋打 你們遍地開花 所謂的群眾運動 抗爭等等 用各種扭曲的謠言 不斷的在散播 通過各種 各種傳播的管道 來蠱惑 甚至把人民洗腦 但是在你們這麼強大的 國家資源進行之下 全國國人 對於國會的改革 到現在為止 60%以上的人 都是支持國會改革 甚至高達65%的人 希望我們能夠 比照其他的先進國家 有新政權跟調查權 讓所有國家的 弊案無所對決 這對全國國人 都是好事 大家應該同心協力 來思考 國家如何目前邁進 而不是這樣一個 無此境的 玉石俱衡的方式 來妨礙國家民主 向前的進步跟發展 尤其這是關心到全國人民的權益 我們一定會站在人民的立場 來監督政府 也希望耐心的總統 不要再迴避相關的問題 也不要藉由巡眾運動 來對所有在野黨立委 來提出相關的這些攻擊 騷擾甚至罷免等等 這個都是讓國會的安定 以及社會的祥和 造成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好 剛剛講到的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 王毅川在政論節目上 不是公開提到嗎 透過手機信號去定位 那分析立法院外面 清鳥群眾的身份 許小新要大爆料了 想不想聽 王毅川的資料來源 到底是來自哪裡呢 許小新說 懷疑是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釋放點訊 民進黨5月27號的 黨政主管會議上面 民進黨新媒體中心 主任詹赫順 他用口頭報告的方式 拿出了一份 四方電訊的報告 來做相關的交叉比對 這與王毅川他所說的 道庭說明說 有資料不謀而合 四方電訊的董事長 叫做吳彥宏 在2016年開始的時候 中華電信就被 很多的新聞媒體報導 整個我們的 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裡面有不少的酬庸背景 四方電訊的董事長 吳彥宏 那他是賴清德總統的親信 媒體的報導 以及呢 新潮流洪啟昌的親信喔 那他的資歷呢 都是一直跟著這些 一些新潮流的一些相關政治人物來走的 出售給特定的政治人物來做數據分析 輿情分析 輿情監測的嗎 四方的他本身是獨立的公司 所以他相關的運作還是要依據法規 委員所稱的民眾資料可能要看業務別的部分 公眾的資料有沒有被儲存 這個中華電信所說的那樣 那為什麼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會在選舉期間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相關的合作關聯性 中華電信有沒有打算要對四方電訊進行調查 撈個資的問題 免費撈個資 然後提供給民進黨 這樣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要去了解 我們會去做了解 好 行政院原本呢 是七個理由來複議 結果後來改成六個理由來複議 是發生什麼事 首先呢沒有實質討論違反民主原則 混淆手掌刷手掌制 侵詢總統違憲 無差別調查民眾漠視正當法律程序 無限期審查人事同意權 藐視國會定義不明 懷疑官員虛偽陳述 結果最後呢 居然改成六個理由複議 第一點 立院的審議程序不符合民主原則 據明顯重大瑕疵而至愛難行 第二就是有關於總統 要不要進行國情報告相關的規定 違反憲法 第三 質詢權調查權聽證之行使 即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而且侵害了人民的基本權力 好 我知道漏漏等 可能大家會覺得 聽起來好嚴肅 沒錯 這些就是我們必須要來了解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說 藍綠白都要動起來 要告訴大家國會改革改什麼嘛 好 那再來呢 包含了妨礙立法委員行使質詢權 還有藐視國會罪的規定 好 這樣就比較清楚了對不對 好 但是呢 洪孟凱透露說 行政院提出的複議案 原本列七大理由 裡面有很多理由 都是比較民粹的攻擊 但昨天收到的卻發現 欸 七變六 寫的相對的中性 他說他認為行政院知道了 這個七大理由 其實就是抹黑文宣 所以現在風向是否變了 我們來聽洪孟凱怎麼說 我們昨天又看到了 收到了這個行政院的函的時候 發覺七大理由不見了 七大理由並沒有 沒有七大理由在行政院的函裡面 他改變成是六個理由 而相關的法條寫的就相對中性許多 換言之行政院也知道 上個禮拜院會結束之後開的這個記者會 其實就是一個民粹式的 朝野對立式的攻擊式的抹黑文宣 國會改革是過去六成五的民眾 大家所希望能夠讓立法行政權互相監督制衡的 絕對不是擴權的法案 在上個禮拜行政院開將的一個記者會 也遭受到許多國人的質疑 行政院是不是也變成是民進黨團式的打手式的記者會 而來的寒也不見到七個理由了 所以我想我們也會要求在複議案 就是有所謂的全院委員會的時候 會邀請行政院長來立法院說明並被質詢 我們用質求對決的方式 讓行政院院長在立法院好好接受 立法委員的質詢 來說明清楚你們所提出的複議案 到底至愛難行之處在哪裡 是真的為了國家 還是是你民進黨一黨的私利 歡迎各位618狂歡年中 請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手機掛繩只有一條怎麼夠 Keep fighting超寬版 減壓手機掛繩 熱銷款 Live活力 放送款 百搭 榮耀款 期間限定 1加1 超值優惠組 任兩條 立刻減100元 讓你任何場合都能夠自由搭配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白 最高回饋10% 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夠以100元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 一起來快點購 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的購物體驗吧 就是組的 combPU pretty 先不知道 零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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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貪